下雨天夫妻俩撐着一把黑伞走斑马线过马路 结果左前方出现一辆黑色轿车 左转时完全没减速 直接冲胀上来 碰一声把人撞倒在地 附近民众听到声音赶紧跑出来看 发现夫妻俩手上还抱着一名小男婴 车祸地点发生在花莲市中正路与中墙街口 24号下午4点多 夫妻手里抱着六个月大的男婴 当时绿灯准备过马路 一辆汽车从对象过来要左转 却为离让行人直接冲胀上来 当时三个人通通倒地 妈妈仍然紧抱着男婴 但小男婴脸上和大腿都有擦伤 爸妈也是肢体挫伤 救货车货报道场经检查 幸好伤势不严重 在现场做简单爆炸 救后驾车最高可处性台币200万元以下罚金 因肇事自能重伤或死亡者 则没入车辆 肇事驾驶是一名实姓男子 警方货报道场实施酒册 发现他酒册值0.54 酒后开车上路 除了得负刑则 这回撞到人 可得赔偿一家三口 TVB新闻高中的黄敬芬花莲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